随着漫温宇宙最新作品《黑豹》进行全球首映 在2015年大获好评的蚁人续集的首支预告也曝光 剧情继续在《美国队长3》之后 蚁人将和第二代的黄蜂女并肩作战 除了新装备酷炫亮相 预告片当中给大腕放大缩小的新科技 还有超忙的卡通人物惊喜客产 摩天大楼瞬间缩小变成行李箱 伸缩自如的漫威超级英雄引人 睽違两年卷土重来 刺激的飞车追逐场景 大腕放大缩小科技 升级场面让人看了目瞪口呆 就连随手抛出的糖果盒 也能变成打倒敌人的秘密武器 巨大的Hello Kitty水果糖超抢戏 这也是继第一集放大版汤马式小火车后 漫威再度找来卡通人物惊喜客串 一人续集首播预告曝光 搭档黄蜂女也是一大看点 穿上就连主角都没有的高档设备 黄蜂女霸气亮相 英雄身旁的神秘女郎话题十足 矫健身手更是为电影增色不少 在即将上映的电影黑豹中 饰演主角地查拉贴身女侍卫的 露皮塔尼勇欧 和清一色都是女性的皇室护卫队 也将在电影中大展身手 顶着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光环 露皮塔未戏苦练武术和体能训练 强大战斗力有望成为 即黑寡妇和飞红女巫后 最有魅力的漫威女性角色 记者黄沙陈玉智台北报导